在台湾北部被誉为传教典范的德莱小妹妹会 今年欢喜庆祝创会90年 1929年德莱小妹妹会在河北安国创会 1937年会组雷明远神父回家疏难 前往前线野战医院救护伤兵 1940年才11岁的德莱小妹妹会痛失慈父 雷明远神父盟主恩赵 随后中国大陆政权转移 1952年五位修女陆续来到台湾 1956年在教廷的许可下在台复会 赴会67年来德莱小妹妹会在台湾有长足的成长 包括幼儿教育在内都获得赞誉 于是立足台湾放眼天下 从最邻近的越南出发 1958年先在越南成立了初期会院 然后成立了望会院 2018年更成立了初学院和幼儿园 重要的是 1987年开始 修女回到了大陆的母院 当年的外籍修女 也有机会重踏故土 感动不已 随后修女们和同会组的南修会神父们 在菲律宾开疆辟土 也在美国传扬福音 更在温哥华为华人教友服务 他们的足迹甚至到达了意大利的拿玻璃 无论环境多么艰困 在家服务或出外扶船 修女们秉持的就是雷明远神父的全牺牲 真爱人 常喜乐